皮油弹是美国对生产核燃料的矿渣二次废物利用 商敌八百 自损一千 老话说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击天下 据媒体报道拜登政府已经同意将乌克兰提供皮油弹 皮油弹是有争议的武器 美国是达则兼击天下吗 显然不是 英国早就提供过皮油弹 但是并没有什么作用 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提供呢 外界都知道 美国提供皮油弹主要是给即将交付的M1爱布拉姆斯主张坦克使用 美国是一个群雾国家 无心穿甲弹需要采购 所以大量使用皮油穿甲弹 皮油为什么要做穿甲弹呢 首先是密度 穿甲弹想要完成穿甲就必须在碰撞目标的时候拥有高动能 想拥有高动能就需要高出时速度和高质量 高出时速度可以保证 但想要高质量只能增加密度 或者增加氮体的长度 而穿甲弹本身就是一根长杆 那就只能增加密度 而油刚好符合这一条件 皮油密度足足有19.3克 比乌合金还要高出不少 只需要废物利用就能够弥补的痛点 使用皮油弹自然水到去成 其次 高速冲击下 弹头边缘会自容崩塌 导致弹头更加尖锐 穿甲效果更高 而且在高速冲击下 弹体会呈现融化燃烧的状态 穿透后会产生纵火效应 这样看来皮油天生就是为了穿甲弹量身定做的 难怪雍和大国都有着皮油弹 其实皮油弹被用作穿甲弹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中国 皮油弹是被淘汰的技术 军队的存量是很少的 取而代之是乌合金穿甲弹 之所以选择乌合金穿甲弹并不是因为穿甲能力更强 而是因为全世界七成的乌都在中国这儿 美国想要生产乌合金穿甲弹 压根没有足够的乌可用 所以说使用皮油弹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么既然皮油弹的效果不差 中共为何要淘汰它呢 那是因为皮油弹虽然能穿甲 但也有着很大的危害 首先是放射性污染 皮油弹放射性很低 但是依然能够放射出一定的辐射 当皮油弹进入目标时会产生微小的幼颗粒 散布在水流和空气中 会导致长期的放射性污染 因为油是有毒的金属 一旦进入人体会对肾脏肝脏等器官造成损害 甚至会导致肺纤维化肺癌等严重的健康问题 皮油弹的化学毒性还会持续影响人的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 此外皮油弹还会破坏生态系统导致土壤污染植物生长受阻和野生动物繁衍的问题 可怕的是 皮油污染有着45亿年的半衰期 很难清理和修复 在海湾战争中 使用皮油弹的美军明显面临着更多的疾病 所以皮油弹使用非常慎重 而中国一直秉承着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自然不会使用上第800自损1000的皮油弹 但是提供有乌克兰就无所谓了 不会影响美国本土 由于俄乌战场上使用装甲车情况不多 皮油弹很难发挥作用 我想美国的意思或许也是像战国时期李牧使用的 歼壁青野战略 用皮油弹在乌东地区制造污染 以阻止俄罗斯的攻势 但是歼壁青野可不会留下什么污染 所以大概率皮油弹不会有任何效用 它可以被理解为是美国对生产核燃料矿渣的二次废物利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